穿地勤人员 穿地勤人员 其实是 你可以说是小时候的 小小的一个梦想 这个地勤的生涯 就是由今年的7月15日 开始训练 然后大约是8月初开始 就正式穿着制服 来机场做事 在大学主修生物学的Olivia 大学毕业之后 就决定加入地勤的工作 而家人一直都不知道 他有这个想法 家人 我回头说了 我想做地勤 其实是有点惊讶的 蛤?地勤? 为什么? 旅游业? 竟然是这样 感觉上好像 不太喜欢这个行业 不少人都憧憬住 在机场里的工作 而在香港国际机场 全球其中一个 最繁华的机场里工作 有辛苦吗? 辛苦 真的有辛苦 可不可以准时下班 这个问题 你这份工作的工时 是很长的 你上班真的要准时 但是下班 就看下方人的情况 是怎样的 如果那支机是正正常常的 那就非常好 因为这样就可以准时收工 不过这个机会 比较少有 除了上班时间之外 Olivia这份工作 还遇到了很多 其他不同的挑战 对着一些客人 因为客人有很多不同的种类 有些真的很好 很好的客人 但有些都比较难搞少少少的客人 他们的态度不是那么好 即使我已经笑着对他 但他们也可能 不是那么好的态度 对回我 在短短三个月之间 Olivia的同期 由11个走到现在 只有6个 为什么他仍然选择坚持 这份这么艰辛的工作呢 虽然是辛苦 但是有些事 可能做了的话 就会有很大的成功感 例如我刚才说摘机 有些乘客可能距离 下一班要搭飞机的时间 真的很短 可能少过50分钟 我们就真的带着要跑 如果真的跑多的话 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成功感 尤其是我不是一次过打一个 你可能一次过是带十几二十个 整团人走过去的 其实有很多客人 如果成功到闭口 他会一句衷心的多谢 其实都已经令我很开心 有些会骗下手 甚至有些外国人会抱抱你 所以这些都是 在这么辛苦的工作里面 一些很好的安慰 或者是支持着我继续下去的动力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